收火时间长达五百年之久 公演前呢 已留一年吴松果成立 由于她的势力范围比较小 所以呢边境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 这时候呢我们的草原上 来到了两位伟大的女性 她们的到来呢改变了这种局面 她们就是喜军公主和解游公主 说到言破一般的和亲公主 大家一定会习惯的想到 哲汉超总 郑和唐超的文称公主 然而喜军和解游的公君 绝不要于她们 新罕后期呢吴松网六胶米排射者 以千匹两马求取韩氏公主 于是这韩伍迪呢 选择了刘健的女儿喜军 原叫了我们的吴松果 喜军呢从小生活在深宫大圆 才化横衣 她性格带香 身体趋弱 不适应我们的幽默生活 所以呢她在我们的草原上呢 仅仅生活了五年 边乡小运也就过世了 那么她给吴孙呢 留下了一个女儿 少府和艺术奇灿的黄护歌 经过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变天呢 吴孙也慢慢的消失了 那么他们呢给我们留下了 这一座座的吴孙古墓 前方表会大家看到 吴孙这算什么国 这算什么国 吴孙五国 算什么国 那么在这里的各位的右手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雪山 大家看一下右手边 眼中可以看到雪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